你们是什么事情 他来到这水喷我 谁 他 你那一个 男子看见警方立刻上前情绪激动 指着前方大声指控对方 你没有动手 我没有 他怎么身上会有伤 他突然靠过来 打辣椒枪 然后我们就扭打在一起 不过警方继续追问 就才发现原来两人身上都有辣椒枪 事情发生在20号下午5点多 桃园一名43岁流星驾驶沿春日路往南坎方向行驶 和23岁阳性驾驶相互操车又都不相让 导致擦撞 两人下车理论引发口叫 阳性驾驶朝对方喷洒辣椒水 气得对方也出拳回击 两人扭打成一团 警方获报后迅速在三分钟内到场厘清情况 两人扭打都有轻微擦措伤 加上吸入辣椒水 身体有些微不适送医 双方目前都没有提告 权案依刑法强制罪以及社会秩序维护法等 将两人含送一请侦办 董事新闻小花明桃园报道